欢迎大家来到冬晚辉密电台逢星期四 在Radio Dada 但我们现在不是Radio Dada 逢星期四晚就有《今日煲新番》 相当之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Dada的网上有点问题 所以如果你正在听的话 其实你一定在冬废的网站正在听 我们的网址是www.acrubbies.org 再一次跟大家说一声不抱歉 希望可以在下个星期回复我们的播放秩序 无论是董废的网站或者是Radio Dada的网站 都可以收听得到 好 欢迎大家 那我将时间交给两位 不好意思 即使是delay了一段时间 但基本上我要退的依然是这么退 所以最希望各位没有对这个节目有这么大的期望 哈哈哈哈 那其实这个时段都差不多是做acrubbies 不過我们 信言啦 今次是很抱歉 必须要信言一下 哦不是 不要紧要 因为阿郎未来嘛 哦 那你其实都未必一定要等阿郎才开始 决了他先啦 至少我们不用 你又硬踩了半个钟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不是每个星期都这么多废话 啊 今个星期需要硬踩的空间 就比较细少少啦 那其实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当然是 我是ConorConor 我记得啦 那今个星期有什么想说 先说了你心目中要说的 今个星期其实 最值得说那一套呢 是下个星期说的 那一套是叫 《新世纪福音电视》 《新劇场版》 《破》啦 那 因为都是今天才上的 那 我大概这两三天会看了它啦 那 那很可惜今个星期就 抱歉啦 如果大家是想听这个Eva的感想啊 那 就 大家给点耐性啦 下个星期 或者自己看了这套集品先啦 下个星期 就等这个 这个 《金日报新版》和 《A-SERIPULS》 《链动》 合并版 一个小时踩进它 或者一个半小时都行 那我踩就行 那我踩就行 好 讲了今个星期 想讲 其实这个时候比较尴尬 因为 大番又没结 小番又 吊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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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 第九到第二十集 那就会半天调一些 所以今天 依然是去看一些比较 算不算是 獨立一些的作品呢 我打算讨论 不要 不要親親姐姐啦 親姐姐 其实上个星期 已经 一年一年大了 我看到噴飯了 笑到噴飯 我有個衝動者想寫一篇 我罵你 有什麼好罵 有一個到喉不到肺 嘩不嘩 嘩順情不順情 真的 我覺得 這個是擦邊球動畫的特色 永遠是嘗試地踩界 但又不會碰到這條街 那現在日本是很多類 擦邊球動畫 你宣稱自己是一般向 但我怎麼看都不像一般向 所以大家請期待 這個12月18日 推出的秋之水色 不是又說錯了 是Arkisora 秋日天空 號稱這個無底線一般向 大家有看過漫畫版 應該知道發生什麼事 算了我們看Cube Cream Bay 好過 這套作品出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一下 應該 好了那說 其實今個禮拜要說些什麼 都是說一套很類似的作品 不過就是 不是給這個 港大的余澤族看 是給這個 同樣是非常之港大的 女性觀眾 還有一套 是婦女看的一套OVA作品 就是這個 生徒會長中告 就是OVA 他說會出兩集 但是 他現在只出了第一集 說什麼呢 當然是一套 二奧OVA作品 什麼叫二奧OVA作品 就是這個 沒有高潮 沒有結局 沒有意義 的作品 這套是 符合所有的條件 故事就是沒有故事 很簡單 你說什麼 怎麼有內容吧 所以我現在就輕輕地帶一帶一些內容 就是 一個很總壽的生徒會長 就是叫做國齊 剛剛跟一個連夏公的學弟 那個學弟就是 叫做知學 其實名字不太重要 大家一聽到知學的聲音 認到參田之和 OK的了 剛剛就跟這個 學弟攤著了 學弟是誰 小野大夫 學弟是參田之和 學長就是 國齊系 鳥海浩 鳥海 也是BL系那批 當然 那整集的所謂高潮就是 不好意思 不要緊 就是本能 就是一個人 在自己的房子裡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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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己在梳化上睡了 睡了一覺就 意識到有人在侵犯他 但是因為他比較意識朦朧 自己就腦內補完參年志和 在跟他做一些很曖昧的行為 那他的故事怎樣結束呢 就是突然之間 真正的志和 忏迪之和 又是很不知無厘的闖入 就是走進了郭齊的屋子 就叫救了郭齊 但是侵犯者就是一個迷來的 就沒有發現到他的 總之就是一進到郭齊的屋子 那個侵犯者已經不見了 那套東西就是這樣結束了 魔法的力量就是這樣 始終是一套 二奧伊的作品 在這個劇情上面 是比較 不需要說很合情理 因為大家的重點都不是看劇情 可以理解的 親親姐姐也是這樣 你也不需要有劇情 總之是 如果觀眾需要什麼 你給到他 那我認為他 我不是婦女啦 當然啦 這個很簡單的 那 他說是不是一套 很合格的作品呢 那 以一個 二奧伊的角度來說 當然是啦 那 因為他的確是 沒有什麼劇情 那 那 那些角色 是不是算是好討好呢 就一半啦 那 對我來說呢 比較吸引的 當然是 這個 參田自和做一個 連下工 那 那 那 始終參田自和的聲音 是會被人 很容易會 因為他 你被人虛死了 很容易去 是 算不算是 是投入啊 不是代入啊 是很容易去投入到 參田做的事 那 那 就是 以一個婦女的角度來講 我想這一套作品 算是 挺補春了啦 因為 今年全年都沒有什麼 所謂的BL作品 我想問一下 有一套 純情浪漫 即是去年還是前年的作品呢 是 前年和去年 分別做了兩季 應該 那 所以 今年始終是 比較 八合 是 八合動畫是 非常吃香的一年 因為 其實相對於BL 就普遍是 廣播的CD多 就是網上空間 會被捱得多 那類 即是 如果看一般 動畫 你可能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但是 他在 扶女界 扶女界 沒理由不認識 公田行貴 這個是很簡單的 剛才說的 廖海 你聽廣播的CD 你一定會認識他的 但是 如果看一般動畫 你最近那套作品 就是潘托拉之心裡面 的 Raven Raven 俗稱海超頭 那也是的 其實 很簡單 八合 就不是每個宅都喜歡看的 但是 BL 每個婦女都喜歡看的 那 即 物以刊為貴的情況下 今年 又 大家 婦女 很難說滿足於 每個星期 只有五分鐘 左右的APH 還有 APH 始終 就是 比較 不是 那麼老骨的情況 那 這套 也算是有少少 H 的成分 那 即 以婦女來說 應該會看得很滿足 那我就不要介意 扶不扶她的最好看 只要有時候 你們不要太過激烈 即 上前我才是激烈 那 這一套也是非常激烈的 但是 趁年之后 在做一些 膠 的行為 那 即 不是婦女 都可以 笑著這樣看 我會覺得 講到 《生徒會》了 那 這一季 那一套是意外地 已經有些反彈 沒有想中那麼頹 那套叫做《生徒會之一泉》 以前都說過 這套作品 我批評是 製作班 編劇 都頹著 那類型 但是 去到 第八和第九集 咦? 又有些東西看 劇本又被我上中 即 叫做 由 谷底慢慢爬上來 有這種感覺呢? 那簡單點 說一下 這兩集的劇情 不如 那 九集其實我挺喜歡 就是 《知弘》 《紅葉》 《知弘》 《知弘》 因為《紅葉》的姓 那你就說回她的過去 就說 那她 從中學時期 跟她的好朋友 阿周 幾段故事 當然前輩仍然是那些 很莫名其妙 即是為 玩耿而耿耿的一大堆 還有她說了一句就是 《酒吧》 《美樂師》 《酒吧》 《是婦女界的日本教本》 其實 是不是 《酒吧》 《美樂師》 我們下個星期都會說 不過是真的 真的 是《是婦女教本》 可以看看 我記得《酒吧》 《美樂師》 應該是 中學都會讀到的 課文 選了課的人 一定是婦女 但是 其實 真正的婦女 應該是看這個 《是婦女》 《是婦女》 但她不是文學 不一定要是這個 即是 《酒吧》 《美樂師》 《是婦女》 我應該這樣說 《是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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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星期都會探討 《是婦女》 說回 《是婦女》 她一直以來 她前幾天 最大的問題就是 幾個主角 在沒有任何組織 沒有連線情況下 在玩耿 玩耿一集 第八集 首先就是 記者 婦女 《是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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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box 小嫦 就去找阿健 在婦女 還要一整天 當時看來 好像人 Castle salmonCD 她突出了阿健 她表面上好像很窄 但是她對事情 心脆很清,甚至扮傻,裝傻扮懵 在這集中突出了這個角色內在的心理 而第九集就輪到大熊葉 一個很典型的就是,怎樣長頭髮,很腹黑的樣子 這兩集就突顯了這兩個角色 另一面就是,他是很善良,而且他是很聰明 知道什麼就是裝傻,裝傻,裝假後宮 用他的腹黑來掩飾自己的脆弱,容易受傷害 我覺得,始終這套作品是擺出來的 很多東西都是好像很後宮型動畫 其實他是很需要去深化少少 角色中間裡面的內在性格也好,或者矛盾也好 始終太多東西,太過典型,是很難看下去 因為原作本身,最大的問題就是,他是用啃來包裝的 這是他的賣點來的 但他啃一集,二,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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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會笑得出來的,例如他有一集是拍了《Strike Wish》的最後一集 他簡直是用了《Strike Wish》的配樂,整個分鏡也是照得 《Strike Wish》的,而且那一集也有特別的名字 《Strike Wish》的名字已經死了《Strike Wish》的名字 是笑得出來的,是很過癮的 但是,你說這些夠不夠呢? 他每一集都是做同一件事,一定會悶的 情況其實也跟這個《衣良木》《怪衣》一樣 他是很需要說中間是有些轉折 其實這一套應該都是做一季左右 他這個時候再不放這些轉折出來 這套就死定了 應該這麼說,這兩集有一個好看的地方 就是這兩集出的《聲優》我都挺滿意的 首先就是上一集說,有《登馬美智》《青水愛》 你發現了就是,他兩個和《近廷龍》的件 他的水準是... 他明顯是和《齊良又貴》的那班 所謂叫做... 《生徒會聲優》是那一班的 他明顯是很流暢的 但他覺得很吵鬧,很浪費的感覺 而今集做《阿宙》那個呢 就是胡松堯 但我初聽他,咦? 花札香菜啊? 怎麼這麼花札香菜啊? 他們朋友都... 連聲音都... 不,胡松堯很難得扮聲的 他試過扮《登馬美智》的聲音 而今次扮胡松堯的聲音 你跟他合作了那麼久 做兩姐妹做了那麼多集 很多套啊,不是那麼多集 這幾年來,他叫什麼? 有影街商,有胡松堯就有花札香菜 所以我聽他,咦?花札香菜? 有些不同的 花札香菜那種節奏感是更加特別的 但我真的聽錯了,我自己的聲音不太厲害 然後,胡松堯? 啊,厲害啊 不過是花札香菜姐姐 那...的而且,《生徒會》 那個CAST那四個固定的女主角呢 就是相當之...新人啊 那...他...應該會是靠這套《生徒會》出來 帶起他們的career 那...的確是... 那...這四個裡面 沒有任何人可以跑出來 在這個作品裡面 那... 找回一些說出了名很久的姓佑啊 那...這樣 就會很明顯地看到 他們之間實力的差別 因為這叫Lucky Star方程式 說真的,Lucky Star真正跑出來 都遠乘你一個而已 對... 接著...去到K輕音 很老實講 封其愛生不是那裡跑出來的 因為封其愛生是... 封其愛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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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在捕出來的 那裡已經在捕出來的 那裡已經在捕出來的 然後剩下那顆娘子啊... 那些... 那些... 都... 那些... 都... 都沒有什麼發揮機會 都是... 對... 就是... 即是... 他根本就... 有時候... 我説不想說這麼刻薄啦 但是... 你是不行的 就算他被捕出來的 很紅 難道是... 有時候這樣... 即是到現在他仍然是... 跑龍套的... 小配角 因為你講實說 你攻力不行的話 你很難接到主力的角色 當然有些是她明明不行的,但問題是有個名氣,但平野靈不是很多人 這類這麼有趣的例子,為什麼是平野靈呢?就是因為她只有她一個 所以這套東西,你真的看她的新人和她的老手,你會發現到,哇,原來真的,好的星洲是可以差這麼遠的 那始終她們,能登,清水愛,都出名了這麼久的,很難說跟那些剛剛出來搭走江湖的星優比的 我跟程近騰龍,出道了十年,就搭著她的妹妹 那下一套吧 下一套其實我想說一下就是貓軟三角戀的,說不說好呢? 說吧,我們有的時間 這是什麼,真是黑暴,你比我更黑暴 貓軟三角戀,一年一季點到十套八套的後宮番 有個主角莫名其妙,一大堆戀上門 然後呢,主角為什麼好呢?溫柔 為什麼千金小姐喜歡她呢?因為她對她的千金小姐不會有神拜的感覺 嘩,腦扯得我們想吐 但這套就,你覺得一個主角不是後宮男主角,是那些什麼呢? 呂蘭上 什麼叫呂蘭上 就是那些莫名其妙的,呂蘭上 就是莫名其妙的,呂黏上去 然後呢,就選了一個男主角,就選了一個願望先生的那一隻 男主角潤平,他其實,雖然說是很多個女角,但首先 先,先剪掉了阿春香大姐那個郵差,因為她亂入而已 二四角這個,有名叫,雖然人名叫,呂蘭開爾 那你在這裡,就叫貓園三國戀 那很理想,當然沒理由弄到四個五個這樣 所以其他人其實是想搞唱,就是全場性,搞笑性 當然他,呂,可能漫畫版,硬要多一兩個 亂入女角色,突然就喜歡了,啊,舒,我叫什麼 我只記得他是什麼,呂,海膽頭 魏順,魏當馬 因為他的樣子跟腎條多了,也好 又是這個當馬,當馬沒什麼戲,走過隔壁開戲 不過聲音是不同的,今次是 而另一邊就是阿暴敦 這邊呢,首先我剪掉那個郵差大姐 因為他亂入而已,擺明就是叫什麼 結藍魚角很悲慘的時候呢,他就弄了兩句落井下石 然後那對護重搖配的媽女,也是那些搞笑的 然後那個變態學者,又是抽起,又是搞笑的 雖然阿小華不優配得很high,放盡地配,但是 都是倫外,真真正真是三角戀外的 就是那兩個女主角,真有魚香 還有白石娘子和三角星優的三角關係 這個才是三角戀 另外當然還有那兩個貓 因為這個故事剛才說過,因為阿俊平打硬了主公 所以他幫了一百隻貓,不是說他會變成貓 那很理所當然就是,他要幫貓成為拉劇情的方法 那好處就是,如果真的有那條大橋呢,你就不用看二個男主角 有來有去,你看到一看,你很火滾的 你還有看的嗎? 不好意思,我已經爆了聲了 每次我用三個小時飛過去 看到,嘩大哥 我一有男人開聲我就慢慢看 其他人開聲,包括清水香里 我都照飛那一眼 但這套好一點,因為他真的有很多笑,跟貓去搞 好像泳池一樣,有美女跑來,後面有隻貓去配音 然後走出來 我好像,那些老爺好像不知是那套Evrha的同仁之寺 但他搞事情就是,因為他是貓,所以他很開心 看見他玩那個桥是說,幫一個貓、不懂得抓麻將 所以他訓練貓 又或者最後那隻貓想回鄉探親 所以男主角帶了貓去京都旅行 從這隻老貓周圍散播 有人會聽他的貓話,然後可以幫他 結果潤萍就在畢業旅行周圍幫貓 某些意思上... 數字貓... 小卓貓 的確是在幫他的 因為始終你一百個功能 你沒有這樣的貓墨 人脈的貓版 你都是很難達成的 好像有時限 總之他成為無限制 一年 因為我經常跟Cobato搞錯 我對這些收集系的故事 是比較上... 很容易有記事感 這套好趣是他真的有貓去傳場 貓的傳場感很重 雖然說 男主角的三角關係好看 白雀娘子佩那個... 真是牛公馬大 因為看他跟男主角 他高過男主角的 阿絕吉大姐,你起碼一米七以上 真是牛公馬大 那隻... 他有這種貓的搞笑 瞪著 就看他沒有那麼拖拖拉拉 男主角的拖拉拉拉 不要緊 我反正有些貓可以中和一下 我們有聽眾說 喜歡看那兩個 胡叢耀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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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知道胡叢耀最拿手的兩種 他真的用兩種聲音來配的 胡叢耀的好處是 他每一樣東西 他可能不配得很有感情 但他十望全能 他樣子也懂得一點 還有... 有這個羅莉加茨 你不會說... 對角色要求得很高 這個都會的 那... 我... 一開始看都不知道 兩個角色都是胡叢耀配的 我認得... 是會認得... 其中一把聲是胡叢耀 但是... 會想... 另一個會不會是 第二個人配呢 那... 的確是兩個都是胡叢耀 其實都是... 很厲害的 我會覺得 當然啦 這代的真女主角依然是 Mimo沙斯 少佐貓 和老老貓 Mimo沙斯的聲音是田中君子 即是我們俗稱的少佐 至於塔瑪珊 即是神社養的那隻貓 就是福山潤 福山潤其實是有配主角的同學 對... 因為他們兩個作為老氣骨 所以帶到劇情蹄蛋都很爽 有他們兩個的套租位 惡搞位 再加上主角的妹妹 他和他媽媽的那些傻寶的東西 令到整個... 那種笑料 又不是那些笑料 或者那些風狂的 就是很小品色幽默的 意外地的 一套... 其實是... 其實是天台式的搞笑 但他的笑料 是... 幽默感比較重 甚至有點像 他們想賣戶花架 賣戶花架 賣戶花架 好瘋喔 他有那種表達手法 賣戶花架和傳風管家 不過最大的名字就是 我在游泳池那集 看到那群壯男 在室內泳池打碎波時 有一個分意就是 銀魂 然後我一眾 糟了 我被銀魂洗腦了 看到壯男 我就這樣說銀魂 我... 我不知道 我看到壯男 會想起這個 心知妖精多些 我不是 為什麼這次銀魂洗腦 好朋友 然後想起銀魂洗腦 死了 那其實... 這套... 是... 在笑點上 是OK的 是笑得出的 但是... 如果是... 很瘋狂地搞笑 的話呢 這季呢 是... 好多好多的 就... 可能這套是... 怎麼說呢 提供一些... 驚慈一點點的人 還有喜歡那些貓爐 還有... 當然啦 因為這套作品 始終都是... 呃... 就是... 貓的氣氛會是非常之重的 那... 你說... 喜歡貓的話 其實都會看得很開心 還有... 它有不同說... 我是貓狂的一類... 呃... 就是... 那隻貓是純粹是... 純粹是... 灑寶啊 那樣的角色 那隻貓是... 在這裡... 是佔氣氛的 在這套作品裏面 因為... 你嘗試拿走了... 美姆沙斯... 還有... 這隻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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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變得... 更加... 更加典型 很淡 因為他們的... 出現... 串場... 你看剛剛... 美姆沙斯那種... 懶洋洋的套... 那種貓... 真的完全是... 好像貓... 那種懶洋洋的套租... 那種套租呢... 整個劇情... 都很幽默感... 那些節奏感... 有時候... 真的靠自己的路線帶動... 這是真的... 那其實... 講到節奏... 這套東西... 都算很慢喔... 我會覺得... 相比起... 還是... 相比起... 上個星期... 又說那套... 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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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普法的節奏程度... 快到飛起啦... 因為... 他... 他... 現在已經做到... 這個... 小說版的第九集了... 他打算一季... 就把整套... 整個小說的故事去... 因為這套東西很難啊... 所以... 我還是... 仍然覺得... 經波犯是... 看得很開心的... 那... 即... 爆笑來講... 經波犯跟... 這個... 天降之物... 都是會... 屬於同一類... 那天降之物... 都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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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得很開心... 不過... 真的... 那口味啦... 我當我看了自樹塔... 我還以為... 我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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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自樹塔... 我以為... 真是... 大驚小怪... 哈哈... 可能... 我看過... 更加低級的... 我看過... 更加低級的表演... 所以... 這些表演... 我都不相信... 不是... 這算是... 是... 其實... 之前... 有沒有講過這個問題呢? 就是... 因為... 他現在... 胡嬌炮的... 漫畫一連載呢... 是講回... Sisters那邊的劇情的... 那... 因為... Sisters那邊的劇情... 在這個外傳裡面都做過的了... 在這個... 魔法禁書目錄都做過的了... 那你說... 很難... 那你說... 很難會... 以另一個觀點來... 再看多一次這個劇情... 那... 還有... 因為... 他的時間會擺... 因為他的劇情會擺得比較後一點點... 你說... 在後面很難再做一個高潮給他... 會... 那... 那... 所以... 他... 他... 這次正傳... 他... 那個可能性... 就是... 一季的可能性是... 絕大啦... 不過我這樣看啦... 有些人經常說... 原作... 但我想一下就是... 反正... 長井龍雪都不是美少肯原作的啦... 而且... 所謂的原作... 其實只不過是小說一個叫痔瘡... 只要你不要去... 搞小說那些... 即是... 不要改小說那些劇情的話... 密目都沒有必要說... 真是跟觸漫畫那個畫法... 只不過一會... 他現在前半期其實都改了很多的... 又加了一些新劇情下去... 將前受調地調虛... 或者... 當... 他本來原作是... 講調查幻想御守那件事... 是... 美禁... 是撞見當麻... 然後放電... 現在是全死大停電的嘛... 他那段都改了啦... 在動畫裡面... 其實... 改是真的改得很少的...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你剛剛講的那段... 因為... 我記得... 阿當麻最後一次出已經是炸彈魔那段... 那... 其實... 第一集我會... 覺得很驚喜... 看這個... 超電池炮... 因為... 沒有意思... 那一次... 我已經講超電池爆啦... 就是... 趁著這個時候... 讓我... 殺進來啦... 這套... 我看的... 好看就在於... 他在... 劇情修改方面... 我覺得... 節奏... 是可以的... 而且... 他... 看起來好像貴過... 但... 我看下去... 你現在的節奏... 反而... 像是兩季翻... 因為他現在... 叫做什麼... 如果一季過的話呢... 我好像會更加慢... 但他現在其實... 是幾快的... 性質... 快到... 你覺得呢... 可能下集... 再下集... 你就講完... 之後你還有兩集的時間... 我反而覺得他的節奏是... 慢... 偏慢... 他... 其實打呢... 反而是OK快的... 但是他講故事那個... 方式是... 比較慢一點點... 而且... 看第一集會覺得很驚喜... 就是... 他... 明顯是... 將漫畫的劇情... 是... 大撿過來的... 但是... 現在越看... 那些劇情... 好像... 很... 很... 回到漫畫的軌道... 但是我期待他的原創的... 我看不到他還有什麼... 原創的空間... 因為他... 一來... 你本身這個劇本是很大製作的... 因為... 今次... 由於有了... 禁書無錄那個... 叫做不錯的成績啦... 那麼... JC Staff是會... 是會做一套... 叫做半年... 我想想一下就是... 會... 你... 你... 輕輕大過了Sister事件...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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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創期成... 然後直接接下去... 呃... 美琴和... 對... 在... 庭里面的那一次... 呃... 那些... 那些... 然後呢... 之後呢... 再拍一段時間... 然後... 按數目... 只是兩條線紙在一起的... 我會這樣想的... 我寧願她是...Sisters輕大過也算了 但如果她要拍兩季的話 就找一個很原創的劇情 做完最後一組去 她現在的樣子 你看上一集 黑子去對付那個... 在地盤打一段 她真的打得很快手 原作起碼都打了兩三話 她在這裡五分鐘左右就完成了 我會覺得她在... 在最後打BOSS那一段 她可能會打得很快 都是在一集兩集就完成了 所以我覺得她的第二季 這個宣傳和製作班底 還有CSTARF的作風 兩個人我不會意外 她反而覺得是大財事故 她浪費了她的肌肉 大家看得開始開氣 開始熱血沸騰的時候 你們玩完 會浪費... 會浪費... 還有長者龍雪這幾年拍的作品 好像是兩季 首先是Idle Master 然後是龍虎龍 都是兩季的 這個風是與四月松 不止 風是四月松 不是蘭花 所以... 幾個都是兩季花 長者龍雪 一季花很少 所以我覺得 既然找得長頸 有這麼多款做宣傳 還有這些角色是比外傳更加吸引 那你集中在幾個角色 因為始終在Inyus裡面 你當上帶著不同的角色 每一張都不同的角色的話 你實際上都可以當上一個 但你現在很短日 鎖死在美琴、黑子、初春和雷子 一定是這四個角色 說真的還有一些配角 配角是沒有什麼戲的 直言街內那些 沒有什麼戲的 地上最強是自己監的 聖典武文 原創期間是很大的 初期我很期待就是 Sister一由原創 接下去冰華那段 剛好就連著 最初一季就開始Indus 真正的無法禁書 因為無法禁書 上一次原創作 就是有大堆新角色 新角色 怎麼說呢 我想他很難 因為他始終在這個作品裡 即是他的集中性是很大 其實很簡單 你看《魔法這麼舒服》 他每一個故事 講的都會非常濃縮 就不會說 好像在這套 只打一個Levelupper 都會打成季的情況出現 即是如果是 在《魔法禁書》目錄裡面 講Levelupper 頂光給你三集 四集 你又幾人遲 四集 那 即是 會看到一個很大的分別 他在做故事那裡 我認為是兩季花 因為《長井龍雪》 再加上這套作品的名氣 你拍《兩季鳥》 就浪費了宣傳效果 我會很希望他 在原創那裡花多點心機 我想一個是《長井龍雪》 還有 笑料方面是OK的 依然是看得很開心的 但是 都是在節奏 和原創方面需要加強 那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然後 直接踩下去 不過現在中場先休息 讓我先換腳 好 那 大家見 拜拜